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和大家討論一些律師公會和大律師公會的事情 有些消息說,現在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爾 就不會再做大律師公會主席 很開心,可喜可可 到底為什麼呢? 據悉大律師公會也出現了很多分歧 就是大律師公會聞到味道,覺得自己將會被取締 所以想做一些掙扎出來 表示大律師公會仍然有存在價值 並不存在一個反中亂港的事情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呢?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是,律師公會將會在下星期的時間改選 改選時,特首林鄭月娥也出來討論 如果這個律師公會,其實也暗示了大律師公會 變成一個政治團體的話 政府會考慮終止和這些 律師公會、大律師公會 甚至任何的什麼什麼公會 終止合作 到底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怎樣說呢? 稍後也會和大家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首先想和大家討論 大律師公會的主席夏博爾 他有消息說 他自己就不會再做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做到任期完結就算數了 不會再做事了 在任期入面 他亦不會再做一些很過份反中亂港 或是幫反中亂港的人的事情 他亦表明很想大律師公會繼續存在 所以他就不會再做這些踩界的行為 同一時間他亦不會再做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亦有傳聞說 這個大律師公會裡面 較為中立的陣營 較為中立其實都是偏向美國的 即是據文民說 這個較為中立 偏西的人 有深水的人物出戰 其實夏博爾上任工會主席到達現在 有許多人 就好像文潔早前前所說 已經辭職了 包括包治力 蘇樂妍 也有蔡維邦 還有副主席的老公無緣無故逃走路 消息指這群人落任辭職 除了不滿大律師公會對暴力事件存在分歧之外 甚麼是對暴力事件存在分歧 包括反收入暴動事件 包括孤狼襲擊案等等的事件 存在分歧 有些人說應該要咀嚇他 應該譴責他 有些人是打死也不譴責 存在很多分歧的時間 所以就談不完 另外也有執委會內部的矛盾 誰是大哥 決定不到誰是大哥 誰是弟弟的話 很難搞的 重點是個個都想做大哥 消息也說 大律師公會比較資深的成員 眼見有英國政黨背景 還有英國的議員的夏博爾上場 令到大律師公會走向極端的政治化 更加的政治化 所以對大律師公會 都是非常非常之失望的 所以當夏博爾決定 他下一屆不爭取再連任的消息 傳出來之後 有很多很多的成員 大律師公會的成員 希望能夠改變一下 由政治比較中立 純粹只是維護法律原則的專業人士 擔任一個公會主席 不希望再有任何外國勢力 去涉入到我們這些公會裏面 尤其是大律師公會 那夏博爾的提名 其實是哪一個去提的呢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本身 夏博爾是由大律師李柱銘 和大律師樂應鑑 兩個都是資深大狀 樂應鑑是幾大名狀之一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在樂大狀早前接周庭和黃之鋒的案件 很厲害 然後李柱銘更加厲害 被人判刑 還有刑 李柱銘很有刑 原來他由這兩個人士共同提名 所以夏博爾的背景是怎樣 夏博爾的政治取代是怎樣 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因為夏博爾過往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包括幫某些人打官司等等 因為有這兩個名狀 在提名之下 結果在沒有競爭對手 即出來選舉 和沒有反對票下 他就在今年2021年1月份 當選了主席 而夏博爾在公會主席選舉之前 才去信英國牛津市裏面的 辭任他議員的職位 其實在今年1月上任到現在 發表了很多不同的 具爭議性的言論 也都引來非常之多的法律界的人士 以來的評擊 例如他講些什麼 例如他就說 港幣國安法就不合乎法治精神 叫港府去修例或限制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讀過《基本法》 一個是由人大常委頒報下來 叫香港執行而已 香港怎麼修 你只可以提醒人大去幫忙修改 即是如果要修改的話 香港政府是沒有權修改的 是修改不了的 或者他甚至乎 如果修改不了 就不如限制港區國安法的運作 你是不是瘋了 怎樣限制港區國安法的運作呢 我們直接加強他的運作 怎麼會限制他呢 是全國性的法律 所以這個夏博二根本是 第一件事 他打官司有多厲害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大家有眼看 第二件事就是 他好像沒有讀過《基本法》一樣 他要不要再考過這個律師牌呢 我希望他可能要考過一下 繼續他就說 818和831的非法集結案 判刑很重 接著就被官媒炮轟他 而這個夏博二就和泛布派人士非常親密 90年代和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斯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 等人成立了一個民間團體 叫做香港人權監察 大家知道這個叫做什麼人權監察 都跟哪裡有聯繫 我不知道這個人權監察到底有沒有聯繫 但是 香港人權監察早前被指 他跟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NED有政治聯繫 在1995年起 對到現在 在台面上被人見到知道的話 已經有1500萬超過的捐款 更加一部分是資助2014年佔中行動 夏博二也被指曾經跟李柱銘兩人走到歐洲 遊說歐盟和英國就要反對基本法23條的立法 所以大家看到夏博二是什麼人呢 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的怪獸 政治的惡魔來的 去到哪裏 全部變成政治 還要變成西方的政治 還要和西方的外國勢力是扯上關係 所以基本上他不再連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我們是拍手掌歡迎的 希望未來日子裡 可以上延 denk的正義知識 可以上前大律師公會主席 除此要下年 1 月要選舉 律師公會也不遠 下個禮拜會舉行週年大會 並 각o改選5位的理事 而我們的特首林鄭月娥也指 如果某些团体变成政治团体的时间 香港政府就会考虑终止和他的合作关系 而香港律师会在下星期就举行周年大会 标榜着一个开明派的律师 早前存取了五席 已经是首次取得过半律师会的控制权 然后《人民日报》在日前发文 律师会应该要选择搞专业而不是搞政治 不应该选择以政治化选举的方式 淪为政治化团体 和反俊论沿港的份子 麻烦这些律师会、这些组织 或者什么组织都必须要割席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他们不割的话 那怎样呢? 就会像教协那样 丧失特区政府的认可 并且自己解散了 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不想去解散 律师公会、大律师公会等等 而我们的特首林郑月娥 亦在17日早上发表了一些说话 他就说 如果律师会变得政治化的话 由政治去凌价法律的专业的话 政府是会终止和他的合作的 情况就好像早前教育局终止教协的合作一样 而律师会会长彭允熙回应 他就说 作为业界和政府的桥梁 律师会一直都保持政治中立 是吗? 不知道 他就说 从法律不同的角度 就是说一些不同的议题和咨询 律师会在今个月的24日 就会改善这个理事会 即是说下个星期 好像星期一二三四 星期二左右 星期二左右就是改选 11个人竞争5个位 现在所谓的开明派 即是说亲范部派那边 就是已经占了七席 如果再下四席 律师会就会变天 为什么变天呢? 就会变成亲范部派的人控制 被视为开明派的律师 马秀文亦都被受关注 因为有报道指 马秀文在2019年 接受美国报章的访问 指反修例暴动期间 警方的武力就不断升级 甚至乎去到暴力的情况出现 现任的理事章达明 早前就以个人的名义 推荐马秀文 还要推荐帝里曼、白洛德、罗章南等等 一共是四个人 既然章达明去推荐的话 我相信都是大家知道 他们的取态是怎样 林郑月娥早前出席行会之前 有见记者 也回应一下民阵解散的事情 就说过去两年的黑暴之后 香港和她自己本人都上了深刻的一课 主要是她本人上的一课是超级深刻的 她就说令她知道如果没有了港区国安法的话 香港就会成为颠覆国家政权安全的桥头堡 也认清了过往 他们愿意跟他们沟通的团体 例如教协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为何 所以现在要重回正轨 她之后也说了 香港有不少的团体 什么公民团体 专业组织等等 其实都需要按照宗旨 不违法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如果他们偏离宗旨的话 例如被政治去骑劫 被政治去凌家等等 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宗旨和他们任何的关系 例如好像早前教协被教育局 宗旨合作关系一样 日后如果再有一些的专业组织 例如 他怎么说 律师会等等 被政治凌家专业的话 同样地他都会考虑一下 终止一些合作关系 他强调 香港政府和律师会的关系非常之深 原来很多法律上的工作 亦都会是 叫做 征求下两个律师法律专业团体的意见 有不少的法定组织 咨询组织等等 都会乐意 由律师会推荐的人员去做 例如非常之重要的 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 怪不得之前死得那么大件事 即 我慎一下 我慎一下 我继续说下去 例如 法律援助服务局 怪不得批这么多法援 给那些不知道什么人 我慎一下 我慎一下 还有 法律上 亦都给律师会 有一个推荐会员的机制 如果律师会 政治化了 这些所有关系 必须重新再审视一下 即是说 未必会再给他们 和政府联系和合作 而律师会的会长彭允熙就说 作为香港律师的自我监察 管制组织和专业团理的话 律师会的宗旨 包括维持香港律师专业的水平操守 考虑到所有涉及到业界利益的问题 一定会继续保持中立 一直保持中立 希望可以做到保持中立 时和政府有关的部门沟通 表立已改善一些执业环境 还会从不同的角度 法律角度 向不同的议题提出一个智商 即是香港政府不用太担心 亦都不用主动借他 希望可以滚动到 感动到我们的政府 但大律师公会好像从来没有出声 以后会不会只剩下一件事 叫做律师公会 可能都会不出奇 到时大家就会知道 在今集完结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订阅文艺新时代的频道 记得按下个铃铛 按个全部 大家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段影片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